台灣真的有落實 這個主權在民嗎 我覺得也沒有 但我們現在的家長院長是 總統指定 然後家委員也是總統指定 然後全部都聽總統的 大法官 總統提名 全部意識形態跟自己接近的 所以只要是在野黨通過法律 大法官很多都說是違憲 大家不要再講說 什麼最高行政總統是行政院長 那個是憲法講 可是實際上已經不是這樣 最高行政總統就是賴清德 可是賴清德有得到任何的監督制衡 沒有 基本上 他是他愛怎樣就怎樣 我們現在立法院是有 六成的民意是跟他不一樣 可是他根本不甩你 那六成的人就在那邊幹 為什麼我選一個立法委員 他代表我行使職權 然後結果你行政機關可以完全不理 這樣有民主嗎 沒有 因為他不尊重民主 如果在位者 他不尊重民主這個制度的話 他可以找到太多漏洞 來傷害民主 我們中華民國就是已經113年 就是存在著 然後在這樣的框架底下 你去做一些對台灣好的事情 對我們國家好的事情 比如來講 接下來就要談的是 那兩岸到底要怎麼相處的問題 就是說好 那我們怎麼跟對岸相處 你有沒有交流有沒有對話 兩岸怎麼樣互蒙其力 不要一直搞對抗 然後因為兩岸現在課題非常多 比如說以我 像我在教育網上委員會 賴清德自己講說他希望入生 就是明年中開始 大陸的學衛生可以來台灣這邊讀書 那這個對台灣的學校其實也是蠻有幫助的 因為現在很多學生都 學校都遭受不好 倒光啊 對 可是你沒有交流 兩邊互相拆忌 對不對 然後你老是對對岸有仇視 那陸生敢來嗎 陸生會覺得說我來這邊 被你們歧視我幹嘛 我要去也要 去一個歡迎我的國家 對不對 那所以第一個 比如說你陸生到底要不要 然後陸課要不要 對不對 然後還有兩岸到底要不要 像國科會 他有編預算 說可以邀請一些大陸精英的學生 來這邊做交流 那天我看國科會的一些資料 發現這一兩年來 大陸的那種學度交流少之又少 可是其實中國大陸有很多科技 是頂尖的 例如說在氣候變遷這一塊 連老美都要跟大陸合作 綠能 對 還有什麼碳捕桌技術 然後太陽能 電動車這些 他們都是頂尖的 那你為什麼不跟他交流 因為抗中 然後那時候那個誰啊 國科會主委還跟我講說 因為兩岸氣氛不好 所以你看兩岸氣氛不好 你影響的範圍這麼廣 除了經濟之外 還有教育還有學術 還有那麼多 接下來這些課題 才是要去解決的 那所以我其實我會蠻希望是 好意識形態就國慶日這個 你去講一講 但是後面你怎麼去讓 小老百姓的生活變好 其實這個是我們要跟他去競爭的 那另外一個是賴清德講到 一百多年來 人民想要當江自主的願望 終於實現了 所以他這一百多年來是指 他當上總統 他應該是 他應該講的應該是說 就是台灣實施總統民選 那這樣的話 李登輝也被他排除了 因為李登輝當選的 總統的那個年次 一開始是 中華民國還沒一百年 一開始是 對啊 中華民國一百年的總統是誰 叫做馬英九 所以他是說馬英九當總統 是實現了 是實現了這個 人民想當家自主的願望 那還是他在暗示是說 那如果從李登輝算 1996年 完全回退一百年 是日本殖民時代 所以他意思是說 日本殖民時代 台灣人沒有辦法當家自主 所以日本殖民是邪惡的體制 你為什麼不檢討 對啊 我跟賴清德說 他那個文稿寫得很拼貼 他其中有一段 我先插一下 他其中有一段講說 他們一定會很努力的打炸 然後還有很努力的打防 然後不惜得罪特定媒體 特定團體 請教一下是 所以是打炸跟打防 是同一個特定團體嗎 他的語意就是這樣 我們要打炸 打防 不惜得罪特定團體 所以那個特定團體就是 烘台房價 而且詐騙大家 所以我跟你講 他那個稿子寫得不好 稿子寫得不好 那我覺得他那個意思 他的本意 應該是指說 因為台灣實施的總統民選 所以人民當家作主 我覺得是這樣 但他又前面講說一百年來 所以就前緣不對後語 因為總統資源是1996年 對台派理論 我們講我們都很熟悉 1996年在憲改之後 其實一定要修憲 不是憲改 憲改是憲法要改掉 那我們憲改時間沒改 我們是修憲 我們是真修 所以我們叫修憲 或者叫憲改 他們理論是 憲改之後 台灣人投出自己的總統 所以這個 然後因為參與憲改的 這些國民大會 也是台灣人選出來 所以這叫台灣新共和 你知道台獨理論裡面 有一派就是 1996年之後 台灣的共和建立了 他只是他被迫叫中華民國 他自己是新共和了 其實他本來是這一派 只是說我們現在的國號 剛好叫中華民國 被迫啦 被迫啦 但是我們現在的這個國家 跟以前的國家 已經是完全不一樣 他們當然是這樣 而且選出了一個 台灣人的總統 就李登輝 所以他現在到底在否定 李登輝呢 有可能 還是在否定日本殖民呢 還是在否定 到底在否定誰 還在肯定馬英九 可是馬英九沒去這樣 馬英九應該去一下 可是我還是要挑戰他 我覺得台灣人現在雖然說 都已經全民資券總統 可是台灣真的有 真的真的有落實 這個主權在民嗎 我覺得也沒有啊 也沒有啊 因為按照我們之前的憲法 我們之前的憲法是 他非常強調 監督跟制衡嘛 我選出來一個 最高行政首長好了 再選出另外一批人來監督他 然後要讓民意可以被落實嘛 可是現在是 對我們憲法修到最後是 我們現在選出了一個總統 他等於有最高的行政決策權 大家不要再講說什麼 最高行政總統是行政院長 那個是憲法講 可是實際上已經不是這樣 最高行政總統就是賴清德 可是賴清德有得到任何的監督制衡 沒有 基本上 他是他愛怎樣就怎樣 我們現在立法院是有六成的民意 是跟他不一樣 可是他根本不甩你 所以民主要成功其實不是只是靠選舉制度 民主要成功 還包括大家有沒有一個正常的民主文化 就是你有沒有去尊重民主這個制度 如果在位者他不尊重民主這個制度的話 他可以找到太多漏洞來傷害民主 因為像譬如說以前監察委員 監察委員以前算民選的 他是一開始憲法制度是這樣 他是各審議會去選推派出來 他等於是推派 他在間接選舉 但是他等於是從民意代表 領選出更強的民意代表 來監督你們這些人 因為以前是 他那個憲法以前是 在那個中國大陸 大陸時期 他要實施直接民權 他沒有辦法一次跳那麼快 所以很多都是間接民權 但是他也是象徵性的 他也是民選的 但我們現在的院長是總統指定 然後加拿委員也是總統指定 然後全部都聽總統的 大法官總統提名 全部意識形態跟自己接近的 所以只要是在野黨通過法律 大法官很多都說是違憲 那請問一下 在野黨的六成名義的展現在哪裡 全部被閹割掉 那你覺得台灣現在有民主嗎 那六成人就在那邊幹 為什麼我選個立法委員 他代表我行使職權 然後結果你行政機關 可以完全不理 這樣有民主嗎 沒有啊 因為他不尊重民主 然後再不然就是 等一下我們要談這個罷良 透過民主機制正常選出來的人 他利用那個罷免的漏洞 來惡霸 這樣有民主嗎 哈囉大家好 感謝收看我們二台 用心直播的節目 如果喜歡的話 也請給我們點鼓勵 幫我們按下訂閱加分享吧 並可以在每週一至週五 同一個時間 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喔 現在我想要來分享一個 我很愛用的產品 就是中天保養品牌KES 推出的新品 KE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它的成分非常的厲害 有媲美藍光神論的炸藻之翠 能防禦環境裡3C商品 及各種光源對肌膚造成的傷害 還添加黃金海藻成分 幫助肌膚維持年輕 這支KE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無論是我的日常外出 或是海邊 都是必備的啦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選擇這支KES Royal Care 皇家呵護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防曬隔離一次解決 抗光動力一停就搞定 你的保養日常就叫KES吧 一定會有朋友會問 這支擦起來會不會黏黏的 放心 這支KES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擦起來非常的清爽 不含香料 兒童 孕婦 全家人都可以使用 呵護您也呵護全家人 快到快點購下單 記得輸入推薦碼 會有更多折扣喔